在本季印尼举办雅加达亚乐会上,中国的羽毛球队的表现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。 在男单、女单项目上,中国羽毛球甚至没有进入四强的争夺中,其实中国的羽毛球一直是个强势的队伍, 甚至在中国境内,羽毛球是可以算得上为数不多的全民项目之一,而作为国家队,羽毛球的强势不得不提到李永波。 李永波1962年出生于辽宁大连,1988年和田饼一搭档,获得了汉城奥运会羽毛球表演项目的男双冠军。 李永波作为运动员,战绩与作为教练相比不能算十分光辉,中他气派,为中国队赢得了六枚金牌。 1993年,李永波成为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,24年间,他带领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18枚金牌。 其中最为传奇的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,李永波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包揽了五枚金牌,但传奇的人物除了成功以外,总是伴随着争议的。 伦敦奥运会上,为了过早与队友相遇,李永波安排余阳和王小李消极应战,期间多次失误,令人唏嘘不已。 这个迂回的战术最终被处理,两人失去了当场比赛的资格。 李永波也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,如今李永波已经退居幕后,继续着每天与羽毛球兮兮相关的生活。 李永波的爱情也是美好的,妻子谢影是前辽宁艺术体操队队员,面容娇好,身材火爆,堪称体操界的女神。 1983年两人因为训练场地相同而相遇,李永波一见倾心,勇敢追逐爱情。 1991年,两人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,第二年,儿子李根出生,李根也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,曾进入国家队,但由于自治远不如其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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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